去荒荣啊 像刚才 刚才我就问我们司机 因为这葡萄酒文化 就像我们在台湾就真的是这个乌龙茶的文化是一样 他们喝酒呢 就像我们喝茶的一样 所以这个等级呢也是非常非常的 差距是很大的 来 各位现在都看到 这些都是比较年轻的 各位也会看到 你发现说 他的质感 其实他是把它修剪的很短 他就发现说 好像质感很粗 很黑 那个颜色 通常才是比较老的 那这种我这样看一下 这都是算是年轻的 那其实这个 龙河的这个葡萄酒 若我们再算这个葡萄的等级上面来 他算是 中下的等级 中下的等级 他们有一个比较 比较特别 其实我们真的喝葡萄酒 我们都不太喜欢喝那个玫瑰红酒 这个叫 Rosé Rosé他是介于就是 当然我们看颜色 我们会说那个好像就是这个白葡萄酒加上这个红葡萄酒就变成这个玫瑰红酒吗 是吗 然后他这个 葡萄酒 就是比较 popular的就是这个玫瑰红酒 因为这个玫瑰红酒通常我们喝我们喜欢喝冰的 冰镇的 所以我们夏天是把它冰到冰箱里 然后就 可以喝冰的 那 像配酒的话 大家都知道说好像我吃白肉了 海鲜 那鱼鱼啊这些的话是可以白酒吗 是不是 那红酒的话都可以 红酒配红肉 白酒配白肉 那你说这个玫瑰红酒呢 为什么我会说他比较 popular 的原因呢 就是说 他都可以 他都可以 那就是 你喝起来就觉得很清凉 法国 法国人喝酒 很 很讲究的 那一餐饭吃下来呢 他可以同时喝了 和很多 不一样的酒 那Jose很好的 就是我们会把它当作是 开胃酒 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呢 可能会有一些咸橄榄 一些咸的饼干 通常我们不会放甜的 甜的饼干 比较是跟甜点 所有的大餐吃完了以后 上甜点 我们才配甜的饼干 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会有咸橄榄 会有一些 咸的这些 chips 这些我们就会 特别是夏天 我们会喜欢配这个 玫瑰红酒 所以这个 龙和的呢 他有这个 算是大家蛮喜欢的 价位上 我们都可以接受的 这个叫做 玫瑰红酒 然后我们 明天会去这个 阿弥妞 对不对 那阿弥妞呢 他是比较就是 大家都知道 这个 教皇宫 是吗 他一共有七任教皇 是住在 住过这个教皇宫 那所以呢 以前在教皇的 你看我们都把它翻成叫 教皇 教宗 对不对 是宗教 他就是一个 宗教上的领袖 他是像皇帝一样的 所以呢 皇帝有皇宫住 对不对 那教皇 当然也有他的皇宫 所以 通常我们如果在欧洲看到 你说 说这就是大教堂 那在一些 比较重要的地方的话 你再往旁边一看 也有一个真的很棒的 这个 这个 古老的建筑 就在教堂旁边 或是对面 背面之类的 这个都是教 就是大主教 特别如果他们有 Bishop的话 那个大主教 就是一定住在这个 大教堂旁边 那在这个 龙河这个地方 他很有名的 他的一个 Shadow Shadow就是 Castle 这个城堡 他是 Shadow du Bab Bab 就是 教皇 就是教皇 所以他这个 Shadow的 这个 算是不错 我刚才就 酒 红葡萄酒 然后就问司机 我说 那这样子 比方说 我说他 这个哪个年份的 这个多少钱 他说 他不便宜 这个Shadow du Bab 不便宜 不便宜 怎么样不便宜呢 是 他说 比方说 四年前 2010 这个年代 算不错的 他说 因为那一年 阳光也很充足 什么的 所以这个 这个 他的 那个 那个年份的红酒 还不错 他说 那要是 这个Shadow du Bab 那个资厂 就要到 25欧 30欧 他说 这个是很贵的 我们都投笑 这个张很贵吗 那各位如果有机会去他超市的话 就来看看 那有的那个好大一大瓶 像我们装牛奶的那种 塑胶瓶 你看说 那个怎么是 好像白色的 这个好像是红色 那个都是 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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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酒的意思 所以呢 他是那种一大桶的福岛酒 事实上他有时候 不能说比 矿泉雪便宜 矿泉雪还是便宜 我们可以说 他比果汁还便宜 这个是 叫 Table Wine 就是他们只要要 一 就是 开了也未必要马上喝完 往冰箱里丢 早 中餐没喝完 晚上继续喝 今天没喝完 明天继续喝的 这种 这种酒呢 是比果汁还要便宜的 比原汁 我说百分之百的这种 原汁的果汁还要便宜的 所以说这个酒的 等级是很大 对他们来讲 其实真的 我们一般 我以前开餐厅的 我们餐厅里面 要是卖的酒 其实 我们在瑞士也可以买到 15块左右 15块以上 16 7 8块 我们就可以买到 有机的 有机的 这个 葡萄酒 红白酒都买得到 所以说25块 你说 差这几块钱 有差吗 有 也每天喝 当然就有差 而且这个 葡萄酒 像你看我们 跟乌龙茶相比好了 乌龙茶 我们可以一泡再泡 三泡四泡 对不对 可以泡到五六泡 都还可以喝 葡萄酒不是 一瓶打开 对不对 特别是好酒 一定要马上喝完 因为很多好酒 我省着吧 明天再喝吧 很可惜 因为它就是变味了 所以说这个葡萄酒 你说我每天都喝 对不对 所以 真的是 一瓶 差个 五六欧的话 其实就有差价了 所以说 这个好的酒 大概 25 2010的 年份 大概就是要 二三十欧左右 对不对 好跟大家报道一下今天的行程 我们的行程 我们是一开始 我们就先从港口开始 我们可以到马赛港口开始 然后呢 在港口的附近呢 就有讲到这个 居士博物馆 对吗 因为这个居士博物馆 是一个很 很新的点 因为它是为了 今年 2014年 其实它盖的时间 是蛮短的 它就是 因为 今年2014年呢 这个 这个马赛呢是被选为欧洲的文化制度 其实在每一年 每一年每一年呢 欧洲呢 就会选一个 这个叫文化制度 这个城市 就还盖了这个 军事博物馆 事实上在整个欧洲讲起来 这个是唯一的 以地中海 地中海文物 对不起 为什么讲军事 地中海文物的 这个 为主题的一个这个馆 然后之后呢 我们 就 吃中饭吧 是不是 哈哈哈 然后 下午呢 我们去酒庄 那昨天有提到说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就会再去 看一下这个 赛农克 这个修道院 那刚才司机也特别告诉我 他说 我们到了尼斯 请各位 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那 小心小心到什么地步呢 小心到什么地步 我想我们大家自己 我才刚刚从西班牙 我整个五月都在西班牙 我们从 葡萄牙我走了四天 然后我24天全部在西班牙 然后 听说 那当时呢 在台湾五月有很多西班牙 团出嘛 因为现在七八月其实很热了 比较少西班牙团 听说呢 我是全台湾这个 这个 唯一幸免的 从西班牙幸免回台的 而且我待的时间 非常非常久 那在法国是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 那就是说 抢还不至于 看看看 因为我在 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呢 我刚好碰到 我边边的是一对法国夫妻 那个太太呢 她是女警察 刑事警察 他就说呢 他说 其实也会抢 也会抢 那抢什么呢 手势也都会抢 其实大家有带名表在身上的 好吗 如果没有带你名表在身上的 有带金项链的 其实是很容易抢的 很容易抢的 因为 我在越南就被抢过 那条金项链 细的 细到 而且那都是晚上 其实你 根本看不到 但是 我坐在三轮车上就被抢了 所以当然在这边不至于 不至于 你自己看他们本 他们自己 当地人大家也都穿金带银的 那就是可能要比较小心这个 表 表 那还有呢 如果我们要小心这个 犯罪的话 我们就要研究一下